11月19日就是一年一度的万千声辉贺台庆 一班艺员已经开始秘密联兵 这日丁子朗、林郑峰等多位男艺员 就现身为台庆其中一个舞蹈演出进行彩排 还称了一小段演出给传媒朋友先祷为快 丁子朗往年因为要担任私宜 而甚少有机会在台庆上演出 今年终于有机会参与表演 他当然兴奋了 艺姆真的很开心 之前有一年是50个男、50个女孩 看到他们跳得很齐,好像很帅 那次有没有你的份? 没有,我看着他们,哎呀,你们好帅 但你这次来了之后,全部都是男孩 死定了,没有一个女孩都没有 但这次对你来说,跳舞又如何? 其实跳舞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没有跳舞的底子 而且我本身的筋骨都不是很协调 这边去那边就会顶着自己 自己带了棘子,所以我有点担心 艺姆是否真的要学跳舞? 有,我觉得应该要装备一下自己 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 你不是很假的? 不是很假的,我是认真的 突然间有个表演要你跳舞 突然间又说临时临时又要你跳舞 那你一定要装备好自己 因为我上几次常常忘记了一些舞步 然后我发现很醜 都真的挺醜,所以应该要装备一下自己 是,你会否跟他共同进退?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跳多一点舞 我觉得跳舞是好的,当我做运动吧 不要见他们只是坐定定在动手 就以为这次的手舞演出很容易 王亭峰和孔德燕就说一定要加操 我发现肩膀真的要练一下 因为想着跳手舞,真的能拼一下手 谁知道原来我们是要保持三个人下来 这些位置的肩膀很重要 反而要加操 是吗? 如果是大一样的肩膀很漂亮 如果是大一样 到时会穿背心的肩膀呢? 希望不要 我最奇怪的是,我要练厚波罗鬼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我和Danny是唯一 在这一部分里有一个位置 我们要跪在这里 全程跪在这里 只有我们两个跪 全程是… 你做了什么错事? 全程可能几分钟就不断跪在这里 就做刚刚的手舞 所以我的波罗鬼一定要够厚才可以… 我们不会太胖 不断坐 不断坐 其中一个方法是怎样 可以加一些护箭 都可以厚 到时不行 看你能看得到 你能看不到 有份参与这次演出的 还有曾经参加跳舞真人秀 《胜舞者的跳德之人》 邮子谦和林浩文 两人都是跳舞出身 要跳舞应该难不住他们 我想最大的困难是整体性 因为这个始终我们牵涉了四十多人在里面 所以如果一个脱落 整体的画面就会有缺陷在这里 脱那个很突出的 对 脱那个就会很突出的 对啊 脱过错 你个人就觉得那个错了 但你中间排练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些搞笑的位置 就是谁最容易是卡到的 或者脱到的 最卡到的 我想应该是我了 有没有发现 因为今早就 话说记者来之前 那我就在开工 所以刚刚记者来的时候 我就刚刚才到 那我就立刻学 所以刚才你刚刚第一次的 第一次是两次 一次 一次 看了一次 然后就立刻看着前面 如何先跳 还有时间 没问题 很快就立刻到 还有时间 到时加油 好